对了东沐盘石舰队的群体染疫事件 指挥中心今天也公布了匡列人数 那么也公布了确认者下船后的足迹 遍布了12个县市超过90个地点 哪些地方是高危险地区呢 交给记者伟佳琪 海军东沐舰队爆发24例的确诊案例 不过这些染疫的官兵休假们曾经去到了哪里 现在外界都想知道 根据最新公布的疫调发现呢 现在这些官兵足迹现在也一一都列出来了 其中最令人担心的当然就是在南台湾的高雄 以及临近的屏东了 再来呢就是台中也是现在被列为重点的地方 不过大家看到这一回被揭露的 他们去过的地方其实包括了 像是台南的新天地 高雄的汉璇百货 以及知名的高雄瑞丰夜市 大家都想知道感染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这艘舰队曾经到过帛琉 难道是因为碍于友邦的压力 现在没有办法来说明吗 不过知情的人是说可能不是这样 因为他们说如果高层早知道有状况 就不至于让参谋总长公开的来谈防疫了 不过有网友就说了 是不是这篇文章军文社之前报道的这篇 他参谋总长去慰绕的新闻 已经被删文不见了呢 现在外界质疑的删文 他们也否认说 其实并没有这篇文章还在 强调这一整件事情并没有隐秘的状况 持续来关注就是海军敦目舰队爆发群聚感染 现在要追感染源恐怕有难度 指挥中心在三名阴性的海军身上出现了抗体 那么就代表说确实他们得过新冠肺炎 而且这不是第一波感染 现在指挥官陈时中要求所有军军都得经过 研验血清抗体来厘 追踪海军磐石舰上的感染源 现在要大动作的检测血清抗体 困扬实验室就是其中一个地方 另外还有台大以及中研院 第二批湖北类包机呢 在今晚这个班机已经在稍早的时候 抵达桃园机场了 雷胜记者谢单词 好 直播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关心 湖北类包机返台的最新状况 那么在稍早9点23分的时候 这架班机是很顺利地抵达了桃园机场 这一次呢是带回了大概有231人 其中有193人是成人 33名的小孩 还有5名的婴儿 那么这一次机上的这个检测 也做得跟之前一样 每个人都要戴口罩 护目镜等等 那么座位呢也特别的来安排 包含呢像是如果大人带小孩 就会是坐隔壁 另外像是靠窗的乘客也会并排来坐 其他人呢中间都会相隔一个空位 来减少大家可能相互感染的机会 那么在现场大概在6点多的时候 已经有3辆的救护车 以及12辆的游览车 还有警车等等在现场来坐戒备了 等到大家呢到机棚里面呢 就会再做检疫 包含像是要量体温等等的 以及询问身体状况 如果一旦发现有人发烧 或者是身体不适 就会搭上这个救护车 前往医院来做救治 那如果一切都很顺利的话 大家都会搭上这个游览车 前往集中检疫所来进行隔离14天 那么呢由于这一次的时间呢 准备时间是比较充裕的关系 为了避免像是第一次类包机 有人的大通证过期 所以没有办法如期搭上班机 回到台湾 这一次呢海基会也相当的贴心 提醒大家都要检查自己的大通证 有没有过期的状况 不过呢还是有人发现 这个大通证已经过期 所以没有办法在这一次回到台湾 那么综合之前到现在 总共呢是已经带回了 超过900多名的旅客回来 那以上现场的最新情形 时间进入交换棚内 好这是今夜的最新画面 不过我们持续带您来关注的 就是磐石军舰 连续两天出现了确诊病例 累积24人感染了 不过现在专家认为 如果是群聚感染 那军舰的平均感染率呢 还会高于游轮至少一成以上 再交给记者为佳琪 海军对木舰对磐石舰 现在爆发24例的确诊案例 现在有专家就提出了提醒了 在这个军舰上 恐怕比游轮的感染率来得高 更来得可怕 就带您来看到呢 现在目前我们所知的 世界上军舰跟游轮 新冠肺炎的罹患率 到底有多高 首先可以带您看到的是 法国的航空母舰戴高乐号 它呢承载了2300个人 不过就有1081个人 得到新冠肺炎 因此呢 这个罹患率高达了47% 竟然在后的就是 钻石公主号 再来就是美国的航空母舰 罗斯福号 承载了5000人 也有669人来罹患新冠肺炎 其中一人还因此死亡 这一回的台湾磐石军舰 搭载的337人 也有24个人 罹患上了新冠肺炎 所以现在呢这个罹患率高达7% 有人就担心了 接下来到底还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 医师就提醒了 军舰的感染率恐怕是高于邮轮 因为它的空间狭载 没有办法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因此感染率可能高达一成以上 再来如果没有社区感染的话 4月19号应该是最大量的时候了 但你看到现在海上引游 到底要担心什么 担心的当然就是社区感染 再加上长城航行时 如果发病该怎么办 尤其是现在的军事文化加上环境 酿成的新抗疫挑战 但你看到呢 尤其他现在担心的是 如果军中敏感度不足 再加上忽视疫情的话 可能导致决策犹豫 又有人说呢 这个在军中的文化下 如果通报需要勇气 国军这一次 能不能借由这次的疫情 来适当的防疫 考验着他们的智慧 继续再带领来看 先前的国内疫情稳定 蔡总统的满意度呢 跟网络声量都很高 不过现在却发生了 敦目舰队爆发群聚感染 现在除了要向国防部 就责之外 前国民党立委陈学胜 就认为说 这恐怕也代表说 是不是因为防疫趋缓 很多环节开始松懈呢 那么他也点出了 距离520还有一个月 疫情还没有结束哦 就陆续出现了 什么公股相关机构 人事卡位的纷争 还有华航改名啊 护教改名的一些风波 他就提醒蔡政府要小心 如果呢 就任之前 这个疫情没控制好 小心民意被反转 爆发群聚感染 已经有24名官兵确诊了 先回过头来看看 就是二月发生 钻石公主号 游轮懒役事件 船上呢 有3700人 有高达712人确诊 6人死亡 就是因为船舱呢 是密闭的空间 只要一个人确诊 其实病毒 就会很快地扩散开来 而军舰更是如此 像是敦目舰队呢 他的床位 只有7个拳头高 拥挤是更加的密集 那么一届就警告 他的危险程度 会比钻石公主号 还要恐怖 好 另外一个 最近的新闻话题呢 就是高雄市长的 罢免案投票日定 在6月6号了 但是结果还没出炉 各政党已经对于 改选超前部署了 传出民众党寻求 跟亲民党合作 时代力量则是派出 立委往往运插旗高雄 但是呢 现在碰上了 敦目舰队防疫失守 让原本采取首饰的 韩国瑜 有机会转手为攻 川普提出了 这个逐步复工指南之后 美国现在各州出现了 抗疫潮 民众不愿意配合居家禁令 抗疫有些州的州长 防疫太过头 问题是美国检测量能 还不足 哈佛大学就说 现在美国要重启经济 每天至少要检测 50万人次 不过相较于 美国急着想要解封 来看看像是加拿大 或者是欧洲不小国家 都打算是要延长封城 确诊数排在全球 前10名的土耳其 已经有超过 8万6千人确诊了 成为了中东 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土耳其当局在周末 实施戒严防堵疫情 而被全球防疫专家 认为是最安全国家的 以色列 则是在街头 退出快筛检测站 民众只要花4分钟 就能采样完毕 我们刚才看到 美国现在的疫情 还是蛮严重的 可是他们力拼 要5月解封 那么台湾在美国解封 前要做哪些准备 政府应该有哪一些思考 再请记者维加琪告诉我们 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到全球的经济 不过现在美国总统 川普讲话了 他们希望美国5月份 就能够来解封 他也提出了指引原则 希望在5月份的时候 能够重启经济 而美国现在的当务之急 当然就是加速 抗体快筛事剂的研发 其实不止美国 包括了欧洲跟日本各国 也预计5月份 就会来控制新冠肺炎的疫情 不过但你看到 现在全球的状况 死亡率已经从2% 提升到6%了 也因此表现出 染疫者已经增加医疗的不足 这样子的问题 都已经产生了 不过接下来各国都要 启封了台湾 要来怎么样 面对这样的挑战呢 首先先带你来看到 我们目前 当然就要加紧 快筛事剂的研发 现在快筛事剂的研发 有两个方向 包括抗体跟抗原 抗体就是测 免疫力 那抗原当然就是测 有没有染疫了 面对台湾呢 本土外里 并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之下 目前主要琢磨的地方 就是在抗原的部分 不过但你看到 接下来5月份的时候 各国都要重启解封了 台湾要怎么应对呢 是不是应该要开放 外国人来入境 又怎么样加强边境管制 有学者就提出了提醒了 这恐怕是台湾 接下来要面临到 最大的考题 而台湾目前正面临的是 染疫官兵的传播风险 专家就建议 接触个案 除了14天隔离之外 应该要再加上 14天的观察期 严密的监控后续可能的变化 会是比较安全的 那么病毒传播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看到尽头呢 还有学者认为说 可能要传播六成的人类 达到群体免疫之后 才会明显的减缓蔓延 不过从这次的疫情 我们也看到了 台湾的医疗水准优秀 健保费低廉 让民众看病不用花大钱 可是却也造成了 医疗资源的让费 而防疫期间 政府为了杜绝产染 那么在不论国籍 只要在台确诊 就提供免费治疗 其实也让部分的旅外国人 疑似为了利用 台湾免费的医疗资源 执意搭击回台治疗 这也让使用者付费 成了现在各方争论的焦点 而肺炎疫情是危机 也可能 是转机吗 其实现在像是基因定序 急带血 甚至是干细胞研究 等再生医疗产业 未来都有可能成为 防疫的生力军 不但可能治愈肺炎患者 甚至要找出 无症状的感染者 都不是问题 说90出生的迁徙世代 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可以说是受挫最严重的 他们不止青壮年时期 就遇上了两次经济衰退 这回还有美国机构调查 45岁以下的迁徙世代 因为疫情失业 收无薪价的人 就高达了52% 您知道吗 今年是世界地球日 50年过去许多气候环境 生态保育等问题 至今呢 世界各国仍然在持续努力 让冲击降到最低 面对西元2020到2070 未来50年 还有很多危机 南韩疫情舒缓 归功于当局利用大数据 之中确诊跟接触者 他们研发的系统 只要输入手机 信用卡 后码就可以掌握详细疫调 甚至从哪扇门 进入超市都一目了然 让CN大为称奇 如果有上万名 疫情受害者跨海 提出集体诉讼 要向中国大陆 求偿4兆美金 大约是120兆台币 那么澳洲说提议 应该参考纽伦堡 大省的形式